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由香港返回北京之后 理论上仍然处在所谓的居家健康监测之中 在这个窗口期之内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现的比较的活跃 在7月7日的一次重要会议之上 他对经济和疫情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做统筹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 基本上与此同时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民间说法 他走到哪里 哪里的疫情就会比较严重的孙春兰 他分管领域之一 释放出来的一份文件 也透露出中国的疫情的防控 有所调整 有所变化了 左摇右摆 右摇左摆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呼吁不要再折腾的声音 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先来看一看李克强的最新的动作 大动作 那就是根据中国央媒披露的消息 7月7日 他是在福建主持召开了 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 来分析经济形势 那么这中间是有一些看点的 第一个看点就是哪些人参加了会议 那么福建省委书记影历省长赵龙 出席了会议在现场 和李克强在同一个会场 在视频的那一边 上海市长龚正 江苏省长许坤林 浙江省长王浩 广东省长王伟中 是透过视频发了言 来谈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和下一步走势 大家就发表了看法 同时也提出了建议 透过这样的信息 可以看到 影历作为福建省委书记 要做所谓的东道主 进地主之谊 所以他是去到了现场 别的四个省市 都是派省长 而不是省委书记 来和李克强对谈 但是现在现实的情况 就是要稳经济 要抓经济 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那么在中国的党政结构之中 那一把手 当然是有绝对的 画市权和主导权的 所以别的四个省市 可能是做了一个统一的协调 由政府的一把手 来做一个对谈 这中间还有一个背景 五月底 也就是在李克强 发表了 稳大盘的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之后 中国国务院是派出了十二个工作组 去到了十二个省市 来进行所谓的督导 那么十二个地方之中 有两个省的省委书记 是和副部级的督导组的组长 有一个会谈 面对面的交接 一个就是福建省委书记 引力 那这一次他和李克强是见了面 第二个就是浙江省委书记 袁家军 简单的说 副部级的督导组 那袁家军是亲自做了一个会见 那么现在视频 他也没有去见到李克强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联想的空间在里面 第二点 那就是疫情了 中国眼下的态势 不谈疫情 光谈经济 那李克强也做不到这一点 会议的竹子稿 没有被披露出来 那么根据央媒发布的消息 李克强的提法 总体来说是四平八稳的 就是说要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进一步打通产业链 供应链的读点 推动经济运行 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努力 稳增长 稳裁员 那么他还有一个相对细节的 就是说 防止单打一简单化 避免一刀切层层加码 东南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要继续 赶闯 赶市 这短短的四个字 赶闯 赶市 现在普遍被认为是点睛之笔 被理解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鼓励 甚至是说在轻推地方上的大员 要有一些自选动作 因为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 有限的情况下 把所有的这些能量 都投入到疫情防控之中 那你的经济还怎么样 往上来抓一抓 往上来提一提 所以这个自选动作 赶闯赶市 就要看看各个地方的官员了 当然因为一把手没有来 所以这个中间略显尴尬 就中国全国范围来看 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些省 有一些自选动作 稍微早一点 六月底 安徽省 那是比较大幅度的几个地级市 放松了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包括安徽省的省会 合肥一度是取消了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当然后来疫情又反复 所以核酸筛查又重新抓了起来 安徽省的省委书记是郑山杰 所谓的三非官员 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 也不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同时也不是中共中央中纪委的委员 但是他确实是比较早的 因为中国最新版本的六月底 推出的新冠肺炎的防控方案 是明确了核酸筛查的退出机制 那么安徽的尝试 是早于这个防控方案的出台 接下去到了7月初 河北省作为北京的 所谓的政治护城河 也是在全省范围内 要求符合条件的地方 要停止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河北省的省委书记是倪岳峰 那么他4月份才从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的位置上 空降到河北省 来做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而到了7月6日 北京官方又宣布 从7月11日开始将会推出 城市内版本的一个 所谓的疫苗通行证制度 那么到了7月8日 看上去这个制度 这个做法 现在民间反弹的意见 比较的大 其实疫苗通行证 在西方的一些国家 在2021年年中以后 很多国家都有所尝试 小范围的疫苗通行证 大范围的疫苗的护照 那么到了2022年 多数国家因为已经是奥密克战 占了主流 就已经退出了 或者放松了所谓的疫苗通行证 所以北京的这个尝试啊 对于中国过往所采取的 核酸筛查为中心的 扩大化预防策略 那其实北京官方采取的 或者准备采取的 新冠疫苗的通行证 其实重要性是很大的 稍微晚一点 这个重要性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现在有一些媒体 自媒体就说 北京的这个做法 其实是在给中国的国产疫苗 再去库存 那这样的说法呢 一方面不公允 另一方面没有看到整片森林 当然现在就北京的做法 之所以引发了一些反弹 主要还是说中国国产的疫苗的副作用 到底怎么样 大家心中没底 另外一点就是说 疫苗通行证的时间过快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打疫苗 你哪里都去不了 寸步难行 又限制了人们的出行的自由 但是其实呢 和中国的风控的相比 那当然疫苗通行证 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啊 那在西方一些国家 包括在中国的香港啊 是得到了验证的 就中国的疫苗策略来说 现在看上去最大的问题 还是说没有让复必泰疫苗 或者说所谓的辉瑞疫苗 得到比较快的紧急落地的使用 当然了 现在也有人说 还是核酸筛查好 还是风控好 那这个很有可能是一种 斯德戈尔摩的综合症 第三个要点 回到李克强这次主持的会议 那就是经济到底怎么样了 从五月底稳大盘稳到了七月的上旬了 那么根据李克强的说法呢 总的看中国当前经济正在恢复 非常不容易 但是恢复的基础不稳固 稳经济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李克强就强调了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那他的这个话 其实是引发了很大的共鸣 在西方的舆论场也普遍认为 经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 一个唯一的合法性 所以不管是基于哪一个立场 从哪个视角来看 不发展经济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李克强还特别就强调 东南沿海的这个五省市 经济体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占了财政收入四成 接近四成 在地方对中共中央财政 近上角中呢 贡献接近了80% 所以支撑了中国国家的财力 和中共中央的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之负 所以李克强就要求这五个地方啊 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 稳经济的大梁 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的作用 那么李克强还有一点 现在也引发了普遍的关注 就是无论中国际的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沿海发达的地区 融入世界经济更深 长三角猪三角净出口 占全国的近百分之六十 所以呢 要继续来改革开放 促进发展 东河以上可以看到 在习近平的居家 所谓的闭关期间 那李克强释放的音量 非常的明确 很集中 那就是要抓经济 接下去再看一条消息 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就是在七月七日的上午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网站 就发出了一个所谓的通知啊 就是要关于体育助力 稳经济促消费 激活力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那么这个通知中 内容是比较的多了 其中比较核心的一句就是 要安全有序 恢复线下赛事 力争做到国内赛事 应办尽办 这个提法过访是没有过的 那么中国的体育这个领域呢 是由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 孙春兰女士 她的主管的范围之一 所以孙春兰当然也是 在疫情防控方面 受到习近平的信任的 过往中国哪个地方 疫情比较的严峻 那么孙春兰就会去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把地方上的疫情防控 做了提及到国务院的管理了 所以现在至少说 孙春兰是拍板 说国内的赛事可以高起来 特别突出的就是在这一周啊 中国国内有一项赛事 过往是打所谓的主客掌制 那就是说要在各个城市之间 来打中国足球的超级联赛 虽然水平不怎么样 但是现在有个参考的意义在里面 就是官方已经决定了 将从八月份开始恢复 主客场的赛制 所以这个极大的提振了 中国的足球人 中国体育界人士 他们的信心 也能够看到中国的疫情的防控 总体的做法呢 是有所松动了 当然所谓的体育赛事的 阴半竞半 指的是国内的赛事 那么对国际上的赛事 现在那一时半会儿 还谈不到所谓的阴半竞半 尤其是五月份的时候 中国是要么是延迟 要么是取消了 包括亚运会 亚军会 成都大运会 亚洲杯足球赛事等等 现在涉及到国境线上的 净与初 那主要中国是两个部门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移民管理局 下面涉及到一些边检的部门了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民航局 现在中国民航局 根据信息的汇总 已经有所松动 国际航班 慢慢的是多了起来 接下去重大的一个关键性的 就是要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 一个表态了 所以眼下中国的态势 疫情防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7月8日可以看到 中国不少的官媒 包括央媒 转载了另外一个 副部级央媒的文章竖评评 标题是 调整防疫措施并非全面放松 所以透过这个标题 它的意思也是有讲究的 那么有放松 但又不是全面的放松 那其实又承认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政策的放松呢 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 近一个月来我国疫情防控 总体形势向稳向好 为优化调整防控方案 创造了窗口期 所以央媒释放的意思 眼下这样的调整 毫无疑问放松了 原因呢 就是因为过去做得好 是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方式 这就是整体的样子了 放松了 又不是全面的放松了 左摇右摆 右摇左摆 前进两步 又退后一步 所谓的打左灯往右转 其实也是在发生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疫情防控了 动态清零 那这个表达不会变 最后就成了一个大帽子 或者一个大框了 什么东西 什么变化 都往里头装 讲到中国的疫情防控 是非确实是比较的多 那么可以再引入 一位红三代的视角 仁义 画面右边的这一位了 他是中共的 所谓的开明派 任仲宜先生的孙子 在本周 他对中国的疫情防控的措施 做了看上去是一个 小节性质的文字 仁义 他涉猎是比较的广泛 尤其是说 他信息还是非常灵通的 所以他的观察 他的观点 非常值得借鉴 当然他的文章是比较的长了 其中比较核心的是这么一条 就是说 疫情防控 他的一些新的尝试 新的做法 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有一个过程 他给到的例子 奥密克戎 去年末就出现了 早在去年的末 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英国南非美国的科学家 发表论文称 奥密克戎 他致病例减弱了 那么仁义的说法 但是我们能够凭借这些论文 就改变两年确立的防疫体系吗 不能 我们肯定要做大量的实证工作 形成中国自己的独立的科学判断 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 逐渐的调整我们的防疫体系 另外 他又提到了 中国是全国一盘棋 14亿人 5小时 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 一定要考虑到全国最短板 最落后 最脆弱的地区和人群 而不能以大城市为标准 人家还提到了 为什么中国有些政策的变化 是比较的慢 他说呢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也是基层治理 面临的实际的情况 要考虑到政策落地后 在地方上变形走样 所以这一些 那至少是上面三点了 都要系统性的通盘考虑 但无论如何 现在看来 整个决策转变是很快的 也就半年时间 那么有一些人 他就说呢 似乎不太能够理解 这个基本的逻辑 认为奥米克戎来了 我们马上就需要 刻不容缓的全盘调整政策 如果之后了 就说明我们的决策 甚至体制有问题 他说这种看法是幼稚的 是对中国国情 公共政策决策的不了解 现在回过头看 一切都应该 更加清楚了 那么中国疫情 未来会怎么样一个走向呢 仁义的说法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而且他的建议就是说 一定要相信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目的 就是用若干年时间 从2020年开始算 摸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以全球人类社会 最小的公共卫生代价 穿越COVID-19 疫情 而且仁义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的防疫体系 是极具中国特色 别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复制的 这个就是仁义 最近关于第九版的防控方案 出台之后 他个人的一个总结体会 其实也包括过往 两年多中国疫情防控 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仁义过往 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其实比较明确的说 我是爱国者 我的价值观和中共中央 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应该说印证了 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姿态 当然有必要一提的是 中国在应对奥密克戎 普遍被批评 有克州求建的嫌疑 就是说没有变化 病毒还是新冠 是这个名字 但是你很难说 奥密克戎病毒和最原始的毒株 还是一回事了 而且仁义没有提到 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也就是在 今年上半年的这几个月之中 中国的一些法律界的学者 突出的是同志伟 以及医疗界的人士 感染病学的专家 突出的当然就是张文宏医生了 都对中国的一些 疫情防控的做法 提出了批评 那么仁义没有特别提到这些人 难道这些人 也是对中国国情 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决策不了解吗 仁义的这个判断 似乎呢 缺少说服力 最后再快速的看一看 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 又被河南方面付了红码 上一次是在六月的下旬 现在是七月的上旬 七月八日的上午 根据中国媒体披露的消息 就有多名河南的一些地方上的村镇银行的储户 没有去河南 没有去郑州 居然健康码又被付了红码 他们纷纷向媒体来投诉 那么现在根据郑州市政务热线的说法 推送 那不是由郑州方面来完成的 是由河南省相关的部门来推送的 具体是哪一个部门 目前河南官方又在进行调查 所以这个事情的出来可以表明一而再 再而三 会不会有第三次呢 目前不知道 那么第二次又出这样的猫腻 可以看到 那么前面一次的处理 六月二十二日的处理 没有解决问题 如果再准确的一点说 没有抓对人 因为六月二十二日 当时根据郑州市纪委监委的说法 那是郑州市一位副厅级官员 再加上一位处级官员自作主张 等于说擅自决定 安排了另外三个人 把副红马的事情给办了 当时这个说法出来之后 其实各种质疑啊 也是分治他来 那么现在呢 其实是坐实了这一点 那就是大事化小了 没有抓对人 没有把问题解决掉 所以这么恶劣的副红马的情况 短短的十几天又一次出现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即便是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就是在质疑河南的一些官员 治理的能力水平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要打很大的问号 不少村镇银行的储户 其实也是希望河南省的一把手 楼阳生能够站出来 说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解决 最后来看看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的最新的消息 在日本当地时间 7月8日上午11点11分 北京时间 那就是7月8日上午10点11分左右 安倍晋三在奈良进行街头助选的时候 被人用散弹枪从身后击中 有印度媒体是比较早的就提到 安倍晋三中枪后已经死亡 不过随后又修改了相关的标题 指安倍晋三被送到了医院 已经失去知觉 现在来自日本媒体比较明确的消息 是在当地时间11点30分 北京时间10点30分左右 那么他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提升 犯罪嫌疑人在行凶的现场就已经被控制 40岁名字叫山上彻野 目前他的一些身份背景的信息 犯罪的动机等等都还不明确 在安倍中枪之后 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冷嘲热讽的声音 甚至有一些欢呼的声音 充分显示出中国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正在找到一个机会做发泄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